台股這一波一路驚驚漲 今天收在17764 距離18034的歷史新高點 事實上只剩下270點 跨要突破歷史新高 而且今天盤中出現12000斤 趙立 對沒錯我想台股的部分 其實最近開始慢慢呈現震盪走高的一個態勢 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美股相對最近 這段時間也表現比較強 因為財報公布的數字優於市場的一個預期 那當然在今天來講 財辦的指數收盤又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台股你可以發現成長越來越大 那12000斤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發現 既股王跟股後 系立KY跟信華 其實他們的股價在今天也都是創下歷史新高 就是說在比較多方的一個市場的同時 其實當股王股後開始往上來進行攻堅的話 其實比價的效應會開始出來 那12檔當中 有7檔都是IC設計類股 所以你可以發現 你比如說像系立 信華 利旺 普瑞 KY 翔碩 四星 KY 聯巴科 這些都是IC設計類股 所以當然這也因為半導體 背半的一個指數強 那我們回到台股的一個部分來做觀察的話 當然這一波其實外資的一個買超並不是太大 最主要是融資 融資最近這21天我很少看到融資 21天連續出現增加的 21天總共增加249億 所以你覺得都是那支散步撲上去的 對 你看就知道 其實你看最近強的股票是什麼 都是中小型族群 比如說元宇宙 對不對 你比如說像低軌道衛星 你比如說像第三類半導體 這個都不是強什麼台積電 聯電 大部分都是這一些IC設計 另外船產比較強就航空 其實我覺得這一些都是那支 你看或許航空還有外資著墨比較多一點 其他的真的都是那支 所以融資的增加你可以看到 那當然波動就會比較大 因為來到壓力 那當然也離300點 現在大家越來越樂觀 因為離高點越來越長越多 離高點越來越近 我覺得大家會越來越樂觀 那所以你看台積電的一個走勢等等 我覺得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除非台積電往上攻 那假如這些大型的選子不往上攻 大家還是要稍微對指數 有一點點壓力的一個想法 聯電的部分其實你可以看到 也不是真的漲聯電 對不對 費半雖然壯高 可是也不是漲聯電 台積電都沒漲 就漲這種第三代半導體 你看加輕的部分 這種股票強不強 非常的強 你像漢磊 這都投信在養是不是 對 這個有一些投信有在賣 可是像比如說漢磊的部分 其實最近投信有在賣 所以我覺得當然股價漲多 他們也會另外的想法 好 當然另外的 元宇宙的 你像陽明光的部分 股價也大漲 這種其實都是 大家就把它認為 好像是作夢行情 你知道嗎 沒有財報 第四季財報 有可能明年 明年3月30號之前 30號之前要公布 所以沒有財報 大家就 那一次就開始 很興奮 那另外的 你像華航的部分 解封概念 你像這種 這種股票 其實我覺得 你去看一下美國的航空股 其實真的沒有這麼的強 博物真的沒有華航強 沒有華航強 華航真的很強 你去看西南航空 還是聯合大 美國的航空最近是回檔修正的 美國的郵輪股 那個玩的郵輪股 不是再有的 其實最近也都回檔 所以我覺得台灣有時候 真的蠻厲害的 這些內資的部分 另外的 你像漲多的 就會開始修正 你比如說像元宇宙 這個漲多 今天就回檔壓力比較大 那低軌道衛星的部分 剛剛那個也是低軌道衛星 那台陽也是低軌道衛星 其實漲多之後 也面臨了修正的一個走勢 另外的 其實投證人在操作上來講的話 你比如說像真的比較投機的 你像這種財報真的有問題 稍微有疑慮 不要說有問題 你看這種股票 你買到一次 你就麻煩了 對 所以你在操作上來講 最近這個地雷叫做 看控KY 突然說他前三季 虧了二十多億 對沒錯 所以就是說投證人在操作上來講 盡量還是以投資的方式 不要太投機 因為你踩到地雷 我跟你講 你真的會一輩子很痛的 那我們再看其他的部分 你比如說像航海網的部分來講 二十 就是說其實在去年來講 因為機器低 那今年來講前三季 其實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像航運 半導體 還有速化類股 其實這些的獲利 相對比去年都好很多 可是水泥 觀光飯店等等 這些相對比去年 就來的少一些些了 那另外的部分來講 就在科技戰的一個部分 那美國政府來講的話 其實美國政府 對大陸的態度還是一樣 就是說高科技的部分 還是盡量的去限制它 那美國要保有優勢 不過美國自己的民間 反而是不太一樣 因為錢是聰明的 當然美國這些商人 或者是這些創投要賺錢 他們認為中國市場大 對中國市場 中國政府又補貼半導體 所以你去投資 它基本上短時間賠錢的機會不大 所以你比如說像Intel 可是Intel就講說 它有投資中國大陸的部分 其實占它全球大概就有10% 就是說它也跟你講說 我有投資 可是我投資的不多 因為怕美國政府 現在說真的 也要自己發展自己的半導體 歐洲區也是相同的一個狀況 好那日本的狀況也是一樣 日本的部分來講的話 它籌備了所謂的一個比較屬於 所謂的基金的一個部分 來協助國外的廠商 來進行日本的一個投資 那台積電的部分來講的 當然就是它的一個首選之一 它補助大概4000億日元 我想這也是很少看到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在台積電的部分來講 預估明年要開始 所謂的一個開始建造基地 那兩年之後它要開始量產 那這一部分來講 大概是22奈米到28奈米為主 汽車電子為主 那另外的半導體的部分 聯發科 其實最近聯發科也很紅 聯發科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它也支持台積電 就是說它現在5奈米跟7奈米 已經在量產 那台積電未來的3奈米的部分 聯發科也會進行 所謂的一個量產的動作 因為它要維持 所謂的競爭的一個優勢 可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除了5G之外 5G當然大家也知道 聯發科很強 越來越強 跟高通應該有的拼 可是它現在說元宇宙 其實現在大家都要趁熱度 哪邊強 它就要趁熱度 元宇宙也需要晶片 這很邏輯 是啊 這個沒錯 只是說 其實這個部分 占它的營收的比重 一定是非常低 不過因為現在熱 這樣也好 對股民也好 對股東也好 讓它的本益比可以拉高 我想是一個 所以它就說元宇宙的商機 其實無限大等等 反正講了一堆 它就跟你講說 我已經準備好了 假如全世界半導體的部分 有準備好的 我一定是其中一個 你知道 別人不一定好 可是我一定基本上是不錯的 大概是這樣 好 那講到利基電的部分 其實 利基電我相信之前 其實因為它下市了 改名叫利基電 那其實我覺得現在大家 其實因為現在行情熱 那利基電的部分 它說它公司 老闆出來喊話 它對於 因為它下個月 即將要再重新上市 現在是在新規 下個月要重新上市 它就喊三個目標 第一個 第三代半導體 你看又是趁熱度 第二個 第四代半導體 更厲害了 還有第四代 第三代 現在都已經很厲害 第三個是 一直的晶圓堆疊 那這個技術也很厲害 那我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它做不做得出來 可是 它喊的夢是真的不錯了 我想對它的股價 未來應該也會有 激烈的效果 那另外的 也是在記憶體的部分 半導體是這一塊 那其實 我覺得之前大膜一直調降 不管是低潤 不管是no flash等等 可是你看 望宏的老闆 其實在第一時間 打臉外膜 望宏最近的股價也上來 所以我覺得 其實no flash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跟標準型 記憶體是比較不一樣 目前no flash看起來 應該是不錯 因為華邦店這一些 其實對no flash未來的看法 相對常來講 也是比較樂觀的 到明年應該都還是正向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